有网友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你来到英国做奴隶吗? 即是没有工人做奴隶吗? 即是英国卖你的猪仔 我当然不认同 英国怎会卖你的猪仔 不如谈谈奴隶制 我刚刚找完英国文章 就有讲到奴隶制 奴隶制其实不是很远的事 是大概200年前的事 那时候因为英国有大量的殖民地 多到很夸张 因为全世界都是他的殖民地 越来越扩展越多 而且人口贩卖的情况是带动到经济 但是奴隶开始反抗 开始起疑 甚至是内会议党 也开始有反奴隶制度的议员 然后就是在一百多年左右 不太久 只是200年前左右 正式废除奴隶制 那时英国没有奴隶,就引入大量的中国人和印度人 这两种人的爱奴取替老公的情况 但他们是有给钱的,如果中国和印度是有给钱 就是爱奴,不是没有给钱 奴隶是没有的,你的命是卖给人 我们今天看看我们是否是奴隶呢? 奴隶有这么大的奴隶 在香港真的做奴隶 但是来到英国之前,有一个概念要教清楚 英国一向都是鼓励一些技术移民而来 这次我们开放BNO计划,他又不是技术移民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开放政策 他是人权 他是觉得你们香港人的人权被剥削 因为香港人已经是更像一个奴隶 没有地方好,住的地方都狗斗 又贵又成这样 然后开始审讯得到不公平的问题 即是开始不公平的审讯 我们很有趣的,英国很重视法律 就是说,囚犯一定要有一个公平的审讯 就是这样的,他们很重视这件事 很早期是这样的,演变出来的 现在香港拿不到这件事 黎智英现在根本就是判终身这样的款 很多人都说,未审才坐 你都未审,你又要他坐四五年 那你就要局定吧 曾韵权也是表表姐 不知道他坐了一年多两年 都很经典 这个前特首 你看到,现在香港反而 不是说英国当我们是奴隶 而是看到有人当我们是奴隶 反而是香港政府当香港人是奴隶 拿国安法来管理香港人 如果不喜欢的话,就抓你坐牢 没什么原因 很多东西都没有保障 但英国这一边完善很多 例如,又是八几二百年前 他们工时是很长的 有同工 历史不是很久的 然后他们又成立了最高工时 十个小时 原用至今,现在都是十个小时 八个小时,十个小时 他不会让你做一场 因为觉得不人性 但我相信现在香港还有十个小时以上的工 基本上是很不正常的 还有我们英国是彻底废除奴隶制 不会有人 人口买卖 香港还有公然 你们引以为豪的姐姐 菲律宾姐姐 我不知道 我自己没有聘请过姐姐 我自己没有能力聘请姐姐 但我觉得 姐姐不就是奴隶制 香港已经建立了奴隶制 自己是奴隶制,兼且建立了奴隶制 不是更加恐怖 对人权那件事根本是完全忽略的 基本上 但英国 你看回英国历史 很有趣 原来他有比一段时间 然后很快 因为人们反抗 然后就开始改例 改到全国都没有奴隶制 英国原先是很多人进来的 什么原因都有 有些是难民 有些是被迫害 很多被迫害的人 都会来英国 世界各地被迫害的人 都会来英国 很有趣 所以他不会当你是奴隶 基本上 他当你是奴隶 根本是没有什么好处 他都废除了 好了 譬如我们来到 可能打一份牛工 我现在没有工作 打一份牛工 都不是奴隶 其实他是有最低工资 起码都十磅 一个小时 起码 有最低工资 工时保障 最高工时保障 基本上不会做到你死 所以跟香港差很远 虽然难找 我现在暂时觉得难找 但我觉得有一天我会找到 基本上 回来 你说香港 我觉得完全不是奴隶 这回事 是很仗义 给你过来 很仗义 因为他们自己英国有很多问题 他意思是说 我们英国也有问题 其实 不过这样 乖例 我们英国人都收惯一些难民 你可以过来 顶一顶先 未来的路 没人知道 但起码 英国是 因为看回以前 维多利亚时代 真的很可怕 全球 很夸张 四亿人口 英国人有四亿人口 现在哪有四亿 全英国有千多万 顶尽过多几年 是七千万左右 但是加上全球 可能有几亿的 几亿的僑民 当时很多都是殖民地 加拿大 美国 但全部都独立 就不是了 印度 印度那些可能最多 印度也是殖民地 所以最多是英国人 很多他的人 他很有趣 那时候是鼓励别人移出去住 亦都鼓励别人移进来住 所以是进进出出的 好像酒店那样 你觉得很有趣 所以为什么彭定康会来香港 酒店那样 他鼓励别人出去 鼓励别人进来 很有趣 不断流动性 很喜欢做交易 交往的工作 基本上是 所以这里是留了很多不同种族的人的文化 基本上是 在这 你看回这次整个BNO计划 基本上是 你看到对香港人 基本上是很厚度 第一 第二 你看到香港真的对香港人 很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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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又要捉 羅冠聪 的服务 去審問 这些很厚度 很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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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一群不知什么人 在管香港人 你不觉得是香港人管香港人 像是一群不知哪里来的人 他们又不太懂香港的东西 努力加些他们特色的东西 给你 他们是没有人权的 你也没有人权的 但我们是没有人权的 英国是 Try and Error 了很多次 得出来的法律系统 未必是最完善最美好 但起码已经有根基 但现在已经破坏了 所以基本上 香港是 我觉得 每个系列不同 可能有些人是 很有钱的 中级的 基层的感觉也是不同 作为基层的 我觉得香港真的很厚度 你有什么 人生 你找不到很多 你穷一身 两三百万 你很厉害的 一千万 你两三百万 你现在都买不到一层楼 两三百万 是三百多尺 一万一尺 你看到整个局面很难搞 好运 你不客不客 三百万 如果不好运 你百多万 你已经在香港 什么都买不到 你连住屋环境都没有 更加像奴 你可能中产会好些 但最惨是不大 有钱就不用说了 有钱是香港最好的 但有钱 你不能盲目 你不能盲目 看不到 其他人变成你的奴隸 你就觉得自己不是奴隸 你的奴隸 你的奴隸 不是你的奴隸 基层深水埔的人 看不到 我们不能够视而不见 英国 他仍然有他的问题 我看到很多家庭 客义 他有家庭的问题 但是你看到 你作为一个正常人 正正常常找工作 买屋楼 基本上是 在英国是做到的 他作为一个地位 我爱人来说 当然 一开始找工作 当然有艰难 这个很正常 不是英国 他想我有的一个感觉 而是他们集体 因为他们要 首先要保护地位 很正常 地位 要保护自己的职位 空缺 加上 你不是那么容易 入到地位 因为地位 你的英文又不好 你不是那么容易 入到 所以 会有一个障碍 因为我们的无语 令到 我们进来这个国家 会产生一定的障碍 所以我理解 至今为止 是15万左右 移民来英国 因为英文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很大的 resistance 你想想 就是 如果没有了英文这个问题 如果这里讲广东话 我觉得起码有50万个例 同声同气 你很容易找工作 这不是 你英文要从头学过 不管你年纪多大也好 从头学过 生活英语 反而简单 你生活 买东西 那些简单 但去到真的 工作 要去工作 打交道 这个我觉得 是可能 他们会自我保护 先的 英国的Logo 但他不是 原意是这样的 只不过觉得 你们既然是新移民 一定是有些技术 带了过来 如果你带了一些技术 那你自己是可以找一份 不错的工作 或者自己做生意 他意思就是这样 其次 英国也没有告诉你 他没有他自己的个人问题 但他已经是没有什么条件之下 叫你过来 你不是在签计一些奴隸合约 完全没有这些东西 你把NHX搞定 基本上 医补 就完成了 那你就可以 在这里住住五年 五年你就不是在这里自己讨论 在这里 補回那些考试 正正常生活就可以了 我觉得像是以前 很多的难民 Jews 那些 那些 犹太人 总之是被迫害的人 来英国 我们其实是一派 一派 但比例是比较多 基本上阿富汗也会收留 他们会否当阿富汗的人是奴隸 不会 但要承认 赚钱方面 你要自己想好他 所以我觉得 我很 proud of 英国 来到英国之后 找到工作更加 proud of 因为我觉得 算是这样 你想怎样 我住的那方面是顺风顺水 算是顺风顺水 我一租就租了一些 有没有阻滞呢 可能有些囚状 在找盘 但都住了八九个月 顺顺利利八九个月 都够我的时间找了一层楼 买了一层楼 也顺顺利利 之前有租过一间医生屋 都是顺顺利利的 不是说有很多阻滞的一个情况 反而在香港 你租这盘 又要劏房 买房又不到你买 AA又叫你借大 哇 好像根本真的 你买房那一刻 已经好像在签奴隸合约 根本是现代奴隸债 香港买房的系统 现在想起来 我用基层的角度 你有钱你的事 我的基层真的很简单 你买房 工二十年三十年 那不就是做了奴隸? 我们这里也有奴障 但价格不同 和封箭尤人 没有人叫你买这么贵 买的便宜 在搜索地 入住自己 基本上几百尺 是有的 很多这些货源 英国最近还要楼价下跌了 是很正常一件事 在英国 但你香港好像签身死约 那样的 这么恐怖 一签就数十年 就绑住你几十年 现在那些人不是什么都涉样 要这样走 又是涉住这样走 加上一些法律又古怪 现在 有ABCD EFG 有国安法 有ABCD 又要你做 又要效忠 又要你 不要说错话 又要你 政治取态要正确 又要你不要歧视 很多一些精神的祭肘 已经人已经辛苦了 上港已经是 你已经在做奴隶 还要加很多额外的东西给你 所以我觉得 现在香港是一个精神上的奴隶 他不是实体上 是精神上 你不做又不行 你很难进步 你不做 那你就一生都找到劏房那里 你一签身死约 你家屋大一点 但你已经绑住二十多三十年 是吧 人二老 北京北国已经被他在这 就是 奴隶了几十年 但你这里 譬如你在香港 带一块钱过来 就是 不是多 少少钱过来 已经是可以 过一些正常的生活 就是这样 那当然 适应方便 每个新移民都在面对的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 就是说 这个适应问题 会令到我们产生一个奴隶的感觉 完全不好 完全不好 不是这样的感觉 奴隶的感觉 我在香港很清楚 很振扎 很 struggle 大概是这样 我就 我觉得很 proud of 英国 基本上 最后 身份认同 有些网友都在说 我觉得自己是 美国的香港人 正在接着 我是在转变 由香港人 变成美国的阶段 就是这样 我是觉得我是 in between 这个阶段 一个感觉 总之每天都是一变的 其实你的身份认同 因为我们始终是新移民 会对这个国家 会慢慢有 感情浓厚了 虽然对香港好认识 但是对英国 就会更加 开始增加熟悉感 对香港反而越来越陌生 你看到一些东西是很古怪的 大概是这样 身份认同 没有所谓 你自己认同 自己私下认同 不需要特意去 要别人去承认 我觉得 很多人都搞错了 要别人承认你这个身份 你才是这个身份 如果你说正统 official 要一本护照 那当然是要 要英国派BC 你才是BC 但是你已经来到在这里住 难道你还觉得自己是外人 难道你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难道你还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有些人会问我 你还是中国人 如果我觉得是中国人 我应该上北京 留下类 先看到天安门 在毛泽东的像 那我做不到 我们听英国的国歌 是会感动的 听英国的国歌 是会感动的 你骗不到自己的 好像我最近听那首 就是《友谊永固》 那首 原来是Scotland的一首名曲 200年前 我小时候 中学已经播到 已经很感动 现在才知道 原来是英国 你骗不到自己的基因 那种共鸣 对英国的共鸣 所以你说我现在是不是中国人 我中国都回不了 香港都回不了 我怎么认自己是中国人 因为你已经回不了中国的地方 难道你认自己是中国人 别人英国又肯收留你 又让你住 然后你又不认自己是英国人 是不是 有没有这么搞笑 所以我应该是这样说 我们移民英国那些 就是Bittish Hong Kong 是In Between 就是又是Bittish 又是Hong Kong 他们很流行的 可以混乱 不需要抹走之前的国籍 但你可以混乱 就是这样的 很有趣 很新思维 很liberal 大概是这样 先说到这里 拜拜